山陀颱风正造成很多民宅的重创 像是有这个艺人男星杨浩威 他就是高雄人 他自己做了一段影片 说他上了这个自家的顶楼 发现这个屋顶都已经被掀了好大一块 他自己做这个短影片上面还配这个文字 很文青的说 这个徒儿说离开时会有蓝天 贴心的帮他们家开了这个天窗 不过呢有点悲伤的事 还顺便砸了他爸爸的招牌 因为他爸爸是开诊所的 可以看到这个紫色的招牌上面 破了一个洞 不过他也说幸好人都平安 并且喊高雄加油 另外还有一位这个家住高雄的女星吴淑敏 他则是在这个IG上 说自己的住家在台风天的时候 楼梯间也变成了瀑布 他为了要这个打扫 这个手呢扭抹布都扭到 这个有点红肿的情况 这次台风 不管家里是因为这个强风受损 还是有这个淹水的情况 现在都要赶快充建家园 人平安最重要 给们看一下 谢谢大家